跟剛剛解釋的觀念事實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剛剛我們解釋了怎麼把兩個column 把它合併起來 包括它的交互作用行動一起把它合併起來 變成另外一個column 我們這個時候也可以討論 怎麼把某一個column 把它拆解掉 我們用這個L16表 L16表事實上是這個 可以放四個水準的五個的指標表 我們現在打算把第一個column 把它拆解掉 這一共四個 所以我們把它拆解掉 拆成這兩個column 把1變成11 把2變成12 把3變成21 把4變成22 當然你的順序並不一定要這樣子 你可以隨便的錯誤的關係 1變成22 2變成21 3變成12 4變成11 那倒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記得 因為這是三個自由度 這一行是三個自由度 我們這裡只有一個自由度 一個自由度 很顯然的還有一行 OK 我們從第一個column 這兩個column 去generate的一個交互作用行 在這個地方 OK 你知道 你知道怎麼去generate的交互作用行 把它變成 負一正一的一個形式 相承取呼號 然後再把它回復到12的形式 你就會產生這第三個column 這第三個column 事實上是1跟2的交互作用行 OK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直交表 我們事實上可以把它叫做一個L16 那2呢 兩水準的有三個 那麼4水準的 有4水準的有4個 OK 事實上算算 算一算 算一算自由度 OK 總平均一個 然後呢 兩水準的有3個 那麼4水準的有4個 一共是16個自由度 最後你一定要確認一下 你的自由度是沒有問題的